第三章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必要悔改 若不惊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 是未曾误会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众使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 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 说那圣洁真实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啊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旦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 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 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 这城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给老几家教会的使者 说那为阿门的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来自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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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宝座上